大家好,我是Emu 在北欧神话的世界观里 诸神与巨人皆是来自冰雪的生命,本质相似 但巨人受到冰中剧毒影响,导致性格有着更多的不稳定 善与恶模糊,对立与仇视有时又显矛盾,是北欧神话的一大特色 北欧神话中最具争议的神,洛奇,就是相当优秀的典范 洛奇为巨人之子,洛奇的母亲成为奥丁的养母 他与奥丁在很久以前就结为兄弟 所以洛奇能以巨人的身份加入诸神行列 巨人的身份就足够的标新利益 但要在神话里占有一席之地,似乎还差那么一点 对此,洛奇做出的努力,所搞出的花样与造成的影响,则在令人瞠目结舌 他在神话中的重要性,几乎不雅于奥丁与索尔 洛奇有着十分俊美的脸庞,他的妻子为女神,希格恩 放荡不羁的他,还有一位小三,女巨人,安格尔伯达 而这位小三生下来的三个孩子,可不简单了 全是史诗级怪兽等级 大哥,巨狼芬尼尔 二姐,魔蛇弥德加特 三妹,死亡女神赫尔 这三兄妹搞得世界天翻地覆 洛奇生个孩子也能这样惊天动地,别出心裁 有他在的故事真的只能说,精彩 洛奇满脑子的鬼点子与恶作剧 四处者是生非,似乎就是他的例行日常 他的所作所为,尝试的诸神法子 但也因为他叛逆的个性与天马行空的想法 反而能突破诸神的盲点 多次运用机制化解危机 甚至还为诸神带来不少好处 以下故事就是相当好的案例 一个风光明媚的清晨 洛奇突然心痒难耐 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日子里 伯厄作剧实在太对不起自己 于是他闯进了西服的房间 看着沉睡中的西服 叮了叮神 立刻用迅雷不及烟恶的速度 把西服剃了光头 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西服醒来后 立刻惊觉大事不妙 他那世界上最美丽的金法一成一场空 他泪如雨下 立刻跑去找他的丈夫索尔哭诉 索尔看到西服这狼狈一样 觉得心痛又气愤 他猜都不用猜 立刻就知道一定是洛奇干的好事 马上就找了洛奇算账 索尔一见到洛奇 便将他抓起 准备将他的骨头一根根的拆散 洛奇看到盛怒的索尔 终于明白自己床下大祸 疼痛之下他立刻求饶 告诉索尔他能从侏儒手上拿到假法 有着精湛工艺的侏儒打造的纯金假法 一定会比西服原来的头发还要高贵美丽 索尔这才放了手 洛奇也马上赶往了侏儒国 黑侏儒的性格虽然狡猾不得诸神喜爱 但在创造与手艺上却凌驾在诸神之上 有着许多的能工巧匠 洛奇拜访的是传奇工匠德凡林之子 瓦林克兄弟 他们收到洛奇的请求 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 不仅如此 排布上超值正品 除了纯金打造的美丽甲法外 另外再送两件宝物 一是昆克尼尔长矛 这长矛可以刺死任何敌人 二是一艘魔船 这艘船可以承载全副武装的所有诸神 不用使还能折叠收进口袋 不论在路上或空中都能航行 且永远都能顺风快速地到达目的地 洛奇开心地接下三件宝物 满心欢喜地返回阿斯加特复命 就在返回神国的路上 他遇到了另一位知名工匠新德里的弟弟 普洛克 自得意满的洛奇 又嘲讽的语气 向其夸耀了他那三件宝物 认为就算新德里也没有能力做出比这更好的东西 若他说错了 可以把人头给他 普洛克不服气 他知道哥哥的能耐 于是就带着洛奇去找新德里 新德里听完普洛克的叙述后 没多说什么 便立刻在窑中生起了火 带火转大 又丢了一张猪皮进去 并告知普洛克 他要出门一阵子 在他出门的这段期间 风箱不能停止推动 窑中的伙势绝对不能变小 仔细交代完后 新德里转身便离开了 新德里离开后 普洛克马上开始推动风箱 若奇在旁 却兴起了破坏的念头 他也马上变成一只猛 飞到普洛克的手上 狠狠叮咬 但专注的普洛克 一点也不为所动 很快 新德里回来了 若奇马上变回人形 装作什么事也没有 新德里走向窑边 在窑边拉出一头金色中毛的野猪 然后又在窑中丢了一些金子 再次转身出门 新德里前脚刚出 洛奇又变成一只猛 决定改咬脖子 普洛克这次感觉到难受了 但他仍静止的忍耐 直到新德里回来 新德里回来后 又在窑里拿出一枚十分漂亮的金戒指 然后再丢了一些铁进去 又出门了 洛奇心想不妙 看到新德里的精湛手艺 真的有可能会人头不保 于是心一狠 直接叮咬普洛克的眉心 使命的咬着 咬得普洛克血流满面 鲜血进入眼睛 让普洛克的视线模糊 不得已之下 他只好先放下风箱的工作 这时新德里也正好回来 立刻愤怒的对普洛克咆哮着 也在同时急忙从火中拿出一把锤子 这把锤子就是索尔的那把宝锤 迷约尼尔之锤 由于洛奇的胡闹让这锤子的手柄略微短些 好在这缺陷并不影响其威力 新德里仔细地包好三件宝物交给普洛克 普洛克就与洛奇一同返回拉斯加特 他们请了奥丁、索尔、夫雷做裁判 洛奇将假发献给西服 西服看着纯金的假发 光彩夺目 竟比原来的头发更加闪亮动人 索尔看了也不禁目瞪口呆 索尔服于诸如的手艺 这才收起了怒用 洛奇将草帽献给奥丁 魔传献给夫雷 他们都对洛奇的礼物感到相当的满意 轮到普洛克的回合 普洛克首先拿出那枚漂亮的金戒指 献给奥丁 并说明着 这枚戒指名为德罗普尼尔 这枚戒指每过九天就会自动复制八个戒指 将为您带来源源不绝的财富 奥丁听完后马上高兴地收了下来 金德里马上又拿出那头金色综毛的野猪献给夫雷 这头野猪名为古林伯斯蒂 他的金色综毛能发出光芒 在黑夜里也不会迷失方向 他奔跑的速度甚至比马还要快 且在空中或海洋都能畅行无阻 最后献上了迷约尼尔之锤给索尔 索尔接过锤子后就爱不释手 完全没有发现因洛奇破坏而造成的小瑕疵 到了分胜负的阶段 他们三人仔细评估了宝物后 一致认为雷神之锤让索尔的战力大增 是对付巨人时不可或缺的绝佳武器 于是判定由普洛克赢得胜利 洛奇眼看大事不妙准备开溜 索尔立刻将他抓了回来 普洛克马上要求取下洛奇的人头 这时洛奇却强辩道 取我的头可以 但我没说脖子也要送上 我的头可以给你 但你不能伤到我脖子的皮肉 普洛克左思右想绞尽脑汁 人想不出不伤脖子却能取下人头的方法 只好无奈的愤然放弃 但普洛克为了惩罚洛奇的口无遮拦 人派了猫头鹰啄着他的嘴 然后扑向前 用绳子将洛奇的嘴狠狠的缝了起来 洛奇在普洛克走后 立刻咬断了绳子 虽然狼狈 也受了皮肉之痛 但至少保住了向上人头 他还是十分得意的 也为阿斯加特带回了那么多的宝物 洛奇的事迹好坏参半 他带给了诸神希望 也导致了最终的毁灭 善与恶就像黑与白那样是鲜明的对比 但这套在洛奇身上却令人感到模糊 有人称呼他是邪神 是恶魔 也有人认为 他就像个调皮爱捣蛋的孩子 尽管洛奇并不受后人崇拜 但不会言 有了洛奇的北欧神话 才够完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